第十三单元,你知道吗? 种子的旅行 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成熟的种子会去旅行 植物种子的旅行主要和什么有关系? 答案是植物种子的特点 甜一甜,完成种子生长的过程 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幼苗 又丑又懒的花 根据课文 新天翁在实地观察大王花前 做了什么事,画钩? 新天翁去采访蜂鸟 新天翁去访问蝴蝶 根据课文,完成下表 说一说大王花是怎样的植物 外号,大臭花,大朗花 特点,靠苍蝇传播花粉 寄生在其他植物身上 西写生字 课文一 种子的旅行 雨,旅行 随,跟随 沉,沉下水底 植,植子树 又,又苗 刺,刺痛 可文二 又丑又懒的花 入 深入 臭 大臭花 懒 懒惰 查 观察 帮 帮忙 读一读 选择领和随在句子中的意思 蜂鸟把新天翁领到大王花生长的地方 B引导 带领 新天翁向妈妈领了一颗种子 种在土里 A拿 松鼠吃了红毛丹 随手把种子丢在地上 B顺便 水连的种子随着水流飘动 有些沉入湖底 有些被鱼吃掉 A根丛 粉字让你联想到什么 写一写 米粉 面粉 粉笔 豆粉 粉红色 花粉 传和叉 各有超过一个的读音 哪两个句子中的读音是相同的 画钩 传信天翁认为 森林里没有传说中的大王花 小蜜蜂说 信天翁 让我帮你传画给大王花吧 差 记者报道新闻时千万不能出差错 这些靠风力 水力和动物传播的种子 外形上有什么差别呢 根据图画构词 然后写一写 莲花在水中生长 椰子在海面上漂流 苍蜇栽在垃圾堆上飞来飞去 弟弟到邮局寄信 选一种植物 写一写它的特点 你也可以仿栗子写 向日葵开出金黄色的大花朵 中间有许多种子 太阳升起的时候 向日葵便抬起头 向着太阳微笑 太阳转到哪儿 它也跟着转到哪儿 向日葵多喜欢太阳啊 香蕉树开出红色的大花朵 它的种子长在香蕉里 香蕉一很大片 可以用来包裹食物 香蕉会从绿色变成黄色 代表它已经熟了 可以食用 你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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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